最崇高致敬 欧文倡议将NBA logo换成科比 瓦尼沙点赞加为斯特同意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北京时间2月25日 NBA传奇巨星科比已经辞世一年多 如今蓝网三巨头之一的欧文在社媒正式倡议 将NBA的logo换成科比 对此 科比一双瓦尼沙点赞表示 我喜欢这个倡议 而公认的logo男杰理 维斯特也表态非常乐意让出如此殊荣 NBA现有的logo形象是胡人传奇名秀杰理 维斯特的运球动作 当然 NBA官方对此从未给予承认 从而避免向杰理 维斯特支付肖像权 但对此外界已经形成公论默认如此事情 如今蓝网三巨头之一的欧文在设媒表态 他晒出了一张科比运球的图片 并且写道 我不在乎别人去怎么说 但这是NBA的logo换成科比早晚会发生 黑人之王科比打造了这个NBA联盟 NBA发展有多个繁荣时期 诸如80时代的黑白双雄争霸时代 90年代乔丹引领的公牛王朝时代 而过往时代的logo延续至今一直是使用杰理 维斯特的形象 至于进入到21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球星自然是科比与詹姆斯 而科比更是以卓越的球场成绩 场外影响力等 获得全世界球迷的推崇 以及诸多NBA球星的认可 不过在北京时间1月27日 科比在加州卡拉巴萨斯因直升机事故遇难 享年41岁 引发全世界球迷的悲痛 而NBA官方也是用多中方式致敬缅怀科比 如今全明星赛MVP奖杯 已经以科比的名字命名 并且全明星正赛的比赛方式 也是致敬科比的方式 且今年也是继续延续如此方式 正是基于如此因素 欧文提出将NBA的logo换成科比的倡议 也是引发舆论的讨论 对此 科比一双瓦妮莎转发了欧文的倡议 并且写道 我喜欢这个倡议 至于NBA的logo男杰里 维斯克 他在参加Rachel Nichols主持的节目The Jump时表示 非常乐意把这项荣誉让出来 对此 还有不少球员表示赞同 诸如黄蜂热门新秀三球表示 没错 而尼克斯内线球员诺埃尔也点赞 毕竟科比辞世后 已经有很多球迷和球员 有过如此倡议 NBA官方对于将logo换成科比的倡议 会否采纳 自然需要等待联盟的进一步消息 文 罪卧扶生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